3月30日上午 英国华人餐饮业协会与中国烹饪协会 在伦敦ABP总部基地签署了两项合作备忘录 计划在英成立首家中国烹饪协会的海外培训基地 还将帮助协会下属餐饮企业走出国门 拓展海外业务 纽贤市议员Joy 中国驻英大使馆里会参赞 伦敦发展促进署投资经理范永坤等致欢迎词 并见证了备忘录的签署 中国攀任协会会长原权居德董事长江俊贤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都是国内的这个餐饮的有名的企业 通过他们这次考察呢 我相信会看好一些项目 然后再来具体的协商和落实 我们协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这个培训中心 着眼于对当地厨师的培训和操作水平的提升 英国华人餐饮业协会会长陈德良表示 去年他去中国访问 与中国烹饪协会前任会长会面 了解到中餐企业希望走出国门 是第一步但是最更重要的是你们要融进去 所以他们就安排这个访问团经常来英国访问 二世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了解英国不但是中餐 还有其他餐的运作是怎么样 所以他们呢去过很多不同的餐呢 中餐当年也有 让他们看一看机会是什么 我们确小的是什么 他们可以跟我们正直的是哪一方面 下午考察团前往伦敦 Westminster Kingsway College 参观了该校的厨房厨艺培训课 江俊贤会长与该校厨艺酒店餐饮部负责人 Gary Hunter进行了简短会谈 双方随后共同为中国烹饪协会海外培训基地 进行了接牌仪式 英国侨报韩梦角报道